Amazon Prime会员收费本月底涨价 电商巨头阿玛逊 Amazon表示 由于员工的薪酬和运输成本持续上升 Prime会员会将会在本月底涨价 根据CBS电视台的报道 Amazon星期四公布了第四季强劲的销售同事 也宣布Prime会员涨价 以2021年12月31日截止的季度 Amazon的销售1374亿元 利润143亿元 随着美国的消费者在疫情期间持续上网购物 这个已经在Amazon连续第五季营业额破千亿 Amazon的收入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股价在星期四开盘之后曾经升13% Amazon Prime会员年费将由现在的$119 增加$20至$139 将幅达17% 大概是现在通胀的3倍 按月缴费的会员 则每月要多付2至15元 Amazon表示 首次注册加入Prime的会员 从2月18日起将会支付较高的会员费 现有的会员将会在3月25日续费市 被按照新的标准收费 Amazon上一次增加Prime的会员费是在2018年 而再之前是在2014年 Prime的会员可以在多项商品享有免费及更快的送货服务 还可以使用Amazon的媒体库 根据网站Insider Intelligent的研究显示 美国有将近3分之2的家庭拥有Prime会员 相信只有极少数的消费者会因为这次涨价而取消会员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Amazon 是少数受惠于新冠疫情的零售商 由于很多销售非必需品的实体电 在疫情期间暂时关门或结束营业 被困在家的民众转向Amazon购物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接种了疫苗 不少人已经可以安心地外出购物 Amazon的销售增长也暂过放缓 同时 和大部分企业一样 Amazon都要应付全球供应链 以及劳工短缺的问题 Saudens表示 Amazon在供应链及物流各层面 皆面对通胀的压力 营允成本上升了12.9% 当中也包括运输成本上升了10% 上个季度Amazon的营业收入下降了近一半 逼使它尋找其他收入增长方法 包括提高企Prime会员的价格 天下卫斯记者 编辑报道